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小组 要求港台制作有关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等节目 一批香港电台节目顾问团成员发声明 说有关做法是干预港台日常运作和编辑自主 港台顾问委员会和节目顾问团 和是港台架构内的咨询组织 节目顾问团1993年成立 目的是收集社会不同界别人士 对港台节目和未来发展的意见 除了日常沟通之外 港台每年都会举行会议 直接听取顾问的意见 顾问团的组成方法 是由港台邀请相关界别团体提名人选 再由港台委任任期两年 目前顾问团有140个成员 至于顾问委员会 政府2010年根据港台约章 由行政长官委任10个跨界别人士组成 当时曾经有立法会议员质疑 顾问委员会和顾问团的工作重叠 时任广播处长黄华琪说 顾问委员会主要就编辑原则 和整体的节目方针提供一般指导 而顾问团就节目和新媒体服务的发展 提供较具体的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